踩着裁缝车 晨阳青花开始绣花 这是她从年轻最擅长做的工作 自从结婚后为了补贴家用 不只继续做 甚至白天还要与丈夫经营早餐店 为的就是要抚养三名小孩 如今人人长大成人 都能学有所长奉献社会 让她感到欣慰 两手一样打拼起来 所以要同样绣好 但是那时候因为经济厚历 后来我跟我们先生去做早餐店 然后跟这孩子很乖 我们的世大人很好 都没给我们的负担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路这样 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们很平順 让孩子很大 然后孩子也很乖 会了解世大人的艰苦 所以也是很乖 两个已经结婚了 十个孩子已经结婚了 十个孩子在外面吃饭也是很顺利 丈夫本身还兼做清洁商品 及酱油的经销商生意 他就感谢太太 愿意跟着她一起吃苦 为家庭为孩子共同努力 买家后因为怕要复负贷款付不出来 就说我们太太说 不然我们再来做早餐 我们再来做早餐 两个这样一路起来 也很辛苦 也感谢我们太太 她也感谢我们辛苦 孩子很乖 没有什么烦恼 就一直这样走过来 也很安慰 最主要是蛮感谢太太 她一路来辛苦 而今年 陈太太或里长推荐为模范母亲 她说 因为她为人热心 虽然本身很忙 对于协助邻里工作从不缺席 尤其是服务营法长辈更是投入 她为人很热心 对公婆也很孝顺 然后把子女也都教养得很好 她除了担任我们里的邻长 巡守队 志工 然后我们这个关怀据典 跟营法族俱乐部 她每天早上早餐做完以后 下午2点到6点 还要排班去教老人家唱歌 如过模范母亲 她说感到高兴 问她有什么愿望 她说 希望儿孙们都能平安健康快乐 温馨五月勤 一位母亲 道出了全天下妈妈的期待 记者卢秀娟永和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